婚姻真正过得好的秘诀 在于让对方活成自己 在于相互成全 本文内容来源 我管文化 01扭曲婚姻 1 我只有出轨 才有动力去爱她 你见过最扭曲的婚姻 是什么样子的 我在知乎看到这样一个回答 我只有出轨 才有动力去爱她 这是一个匿名回答 他说 他和老婆关系很好 结婚很多年了 依然维持像恋爱一样的甜蜜 他会回家给她一个拥抱 出门之前一个亲吻 时常做好早餐 周末 他们会规划出去玩 带着帐篷和吊床 开车去湖边 牵着她 夕阳微风 慢慢走 很有恋爱的感觉 周边人都很羡慕 结婚这么久了 还这么恩爱啊 但这只是表象 深层次的真相是 她和老婆的性关系次数越来越低了 质量也比较差 主要是她 基本没感觉 逢场作戏 不知道为什么 即使她脱光了 站在我面前 我也提不起兴致 她出轨了 第一次是和她兄弟公司的会计 在一个饭局上 喝多了 就发生关系了 但没人知道 她怀着深深的愧疚回到家里 怀着深深的愧疚见她老婆 因为愧疚 想要补偿 她仿佛换了一个男人 变得勤快 暖心 疼老婆 更有动力去呵护这个家 后来 出轨的频次 越来越多 在别人眼里 在她老婆眼里 她很关心家庭 是个暖男 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份关爱的动力 不是来自于爱 是来自于愧疚 我只有出轨 才有动力去爱她啊 这是我见过对于扭曲婚姻 最真实的写照 仿佛在说 我只有不停犯罪 才能做一个好人 零二扭曲婚姻二 我在她面前 不是真实的我自己 朋友和我说 另一种扭曲的婚姻 是即使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也戴着面具 不卸下卫妆 装着 端着 最典型的一种是 在爱人面前 假装很强大 尤其是男人 我的朋友老谭 就是忍受不了这种卫妆 才离婚 老谭作为一个男人 很靠谱 强大 有责任心 能扛住室 也懂很多 女朋友被裁员 找工作比较困难 老谭一边盲项目 一边全心全意照顾她 承担起她全部生活费用 老谭最后和女朋友结婚了 老谭问女朋友 你喜欢我什么呀 她女朋友说 我喜欢你总是很强大 能给我依靠的样子 老谭从此记住这句话了 结婚六年 风风雨雨 大事小事 都是她来扛 买房买车买理财 所有风钱都是她一个人单 她老婆 活得轻松 工作 但不在乎工资多少 每个月购买衣服 购买化妆品就行 不存钱 也不理财 不关心家庭财务状况 这六年 老谭很累 但闷在心里 她喜欢我总是很强大的样子 我不能展现出脆弱 妆 也要妆得强大 但其实 强大不是妆出来的 妆 只会让自己心累 一年前 老谭失业了 每个月几十万的收入没有了 她没有告诉老婆 每天妆得像没事人一样 每天正常出门 去咖啡馆坐一整天 然后下班回家 她老婆 依旧每天上几个小时班 下了班买买买 大包小包拎回家 银行卡余额下降得飞快 可老谭不想找工作 她想先休息一段时间 太累了 停停 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和老婆说 最终还是说出口了 当她老婆得知老谭失业时 第一反应 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那下半年的香奈儿套装还能买吗 你钱还够吗 老谭听到这句话就决定离婚了 我都装得不像我自己了 现在我要做回我自己 你应该多多少少 都会有类似的体验 在婚姻里 卫装自己 卫装得连自己都不认识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种扭曲婚姻 总是要卫装 爱情 圈着的应该是自在 是信任 是真实 你可以坚强 也可以脆弱 给对方依靠 也把对方当依靠 好的婚姻 好的爱情 是相互成全 而把你宠成女儿之类的话 是我听过对婚姻最扭曲的认知 03扭曲婚姻3 爱情由博弈 变成算计婚姻中存在博弈 这种博弈来自双方行为习惯的磨合 最终形成平衡状态 边界渐渐明朗 我们彼此需要 但并不控制 更不会各种算计 压得对方喘不过气来 而有一种婚姻 很扭曲 夫妻双方算计来 算计去 彼此都只是工具 例如 人民的名义中 齐同伟和梁璐这段婚姻 非常扭曲 梁璐 为了报复前男友离开他 飞往美国 被齐同伟一束花感动了 冲动之下 嫁给了他 齐同伟 为了不在小山村派出所浪费青春 为了能调入省城 试图更明朗 放弃心爱的女人 嫁给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梁璐 毫无情感基础 一个利用对方报复 一个利用对方往上爬 这种婚姻 除了算计 恐怕也只剩算计 目的达成 婚姻也就名存实亡 梁璐老爸 政法委书记 一去世 齐同伟立刻就有了高晓晴 小说 给我一个星期八 中 白河从来就不知道 他丈夫有多少钱 存了多少钱 当然 他丈夫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逢年过节 给孩子生活费和学费 两个人都较穷 都说自己有地方要花钱 争来争去 最后评分 女儿问白河要钱 生活费 白河说 你先去问下你爸爸 他有钱 看他会给你多少 如果觉得不够 妈妈在乎 不是不想给 哪有当父母的缺了孩子 生活费 白河的真正目的 是想利用女儿 打探一下丈夫到底有多少钱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种 扭曲婚姻 算计 信任之基础 荡然无存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即使同床共枕 但各有秘密与心思 还要挖空心思 耗费精力去猜忌 信任感为零的婚姻 不值得过下去 零四扭曲的婚姻 我深爱着你 你却把我当空气电影 无问西东中 许伯长和刘淑芬的婚姻 悲剧得令人心赛 一个人深爱着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却当他如空气般存在 只要是刘淑芬碰过的东西 许伯长坚决不碰 粘都不粘 刘淑芬把许伯长喝水的杯子打碎 问他 你会用我的杯子喝水吗 许伯长冷面如霜 不会 刘淑芬说 我知道你不会 我知道你宁愿用你吃饭的碗喝水 也不会用我的杯子 接着 他打碎了许伯长的碗 接着说 现在 我把你的碗打碎了 你会用我的杯子喝水吗 许伯长依然冷面如霜 不会 刘淑芬说 我知道你不会 你宁愿渴死 宁愿去邻居家借杯子来喝 你都不愿意开口向我要 只要是我用过的东西 你都不碰 这一句话 彻底自痛了我 你知道吗 我深爱着你 你却拿我当空气 你让我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可有可无 你打碎了我作为女人 最后的根基 结局是 刘淑芬跳井自杀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种扭曲婚姻 爱情和付出极不对称 你舍命付出 而对方心里任何空间都没为你留 这样注定是悲剧 你的另一半 会打碎你爱情的根基 你再在意 也会被贬低得一文不值 爱得卑微 一定是悲剧 如果爱一个人 只要表达六十的爱意 就够了 如果对方对你的付出 有反馈 就继续爱下去 如果没有 就要学会放手 婚姻里 是均利敌 很重要 零五扭曲 婚姻五 我的家就像一个劳改所 很早之前 在一本杂志上 看到一篇文章 我的家就像一个劳改所 很有意思 第一次听到有人 把家形容为劳改所 一举一动 接待着镣铐 他喜欢家里规规矩矩 整整齐齐 于是每天回家 我要把皮鞋精准地放到 鞋柜下边一个位置上 而且鞋头朝外面 一旦做错 被他发现 就要被说 他喜欢沙发上靠枕 都放在该放的位置 不要混乱 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躺在沙发上 拿一个抱枕垫着 然后书书服服看电视 他喜欢书籍按照大小高 逼后博从座往右排放整齐 给每本书都编码 显示要放在哪个位置 我拿了之后 再放回去 必须要放到正确位置上 否则就会被说 他喜欢家里干净 每隔两天就要大扫除 其实我觉得乱点没啥 可他无法忍受 于是每周 我陪着他大扫除三次 把所有原本已经规制得很好的东西 再规制一遍 最令我无法忍受的 是他对我衣物的控制 不能穿大裤衩 即使在家里也不行 显得很邋遢 不能穿菠萝衫 显得很老气 不能穿五颜六色的 即使出去海边玩也不行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五种扭曲婚姻 生活方式严重不搭 你很难说得清谁对谁错 每个人都在这世界寻找自在空间 一些人对生活有这样的要求 另外一些对生活有那样的要求 这都很正常 无法苛责 悲剧就在于 两个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之人 生活在同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 低头不见抬头见 为了我的自在 只好牺牲你的自在 可有没有想过 婚姻中 无论谁活得干巴巴 仿佛被人改造 婚姻都不会幸福 生活方式一致 于婚姻而言 远比三观一致更加重要 零六扭曲的婚姻 不如单身扭曲的婚姻 不如单身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先谈谈 一个正常的 良心的 令人快乐的婚姻 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良好的家 应该是什么样子 很多人结婚几十年 未必思考过这个问题 在他们眼中 家就是时间到了 年龄到了 顺势而为 与一个异性组建 成一个共同体 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再生个孩子 他们从未考虑 家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于是会出现这样 或者那样的悲剧 产生各种各样扭曲的婚姻 有些人家里 总是充满着争吵 今天吃土豆丝 还是手撕包菜 也能炒起来 鸡飞狗跳 乌烟瘴气 有些人家里 极尽得可怕 推开门 男的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女的坐在另一边 沙发上玩手机 没有交流与沟通 空气冷酷而可怕 有些人家里 充满卫装与功力 彼此算计对方 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实际好处 能否把这好处最大化 有些人家里 处处都是半子 你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才能在这个家活得不算犯错 如果你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么 我来告诉你 一个良好的家 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家首先意味着自在与放松乱点没有关系 得优糖也是可以的 整天用空调多花一些电费没有关系 大白天开灯也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 活在这个屋檐下 要能自在 回到家 无需再用意志力逼着自己 恪守某些规矩 可以解放 懒散些 不顾形象些 家其自意味着依靠与信任一个良好的家 不应该出现多疑与猜忌 翻另一半手机 翻孩子日记 两个人躺在同一张床 却各怀鬼胎 这种人都不适合有家 家人应当彼此信任 起码有基本的信任 即使结了婚 也有同一性接触的权利 而不被猜忌 不被冷嘲热讽 家还意味着相互取暖 彼此陪伴组成一个家 你对你的另一半就有很多义务 例如倾听对方情绪 例如在对方落入生活低谷时 默默陪伴 例如包容一些塔的小缺点 家同时意味着抗风险组 合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单身 病倒了 只能一个人去医院 一个人照顾自己 如果有家 就有人陪伴你一起 度过这些难关 再放大一些 生活里可能还有更大的风险 家庭组成 就意味着 两个人决心共同对抗这些风险 如果你组成的家 并非如此 而是相反面 充满束缚 刻板 猜忌 算计 争吵 冷热暴力 这种婚姻 必然扭曲 而扭曲的婚姻 真的不如单身 即使没人给你带来温暖 但至少 一样无人给你带来风雨和泥巴 用作家唯唯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巴 无论怎么样 家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 你活成你自己 可以尽情展示你的快乐 也可以展示你的脆弱 快乐时 会有人同你一起大笑 脆弱时 会有人轻轻捕摸你的背 家 一定是温暖的 找你自己的脆弱时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在那边 找你 我可以再到那里了 可以 你找你 找你